干嘛 咱中午去撸那个槐树花去吧 在哪儿 这个 阿联姐说了它有个好地方 也领着咱们去撸槐树花 回来包饺子 蒸蒸 都特别好吃 好啊 那个车刚系好 这个车又创了 咱不走 这怎么个事啊 都是一样的 那个也是这个灯 这个也是这个灯 这个灯加这个 对 全部都是这样的 看你这个修车带着多少钱 那怎么个事啊 那开车 因为变道 当时在哪边变道 变道啊 那后边开车不看前面吗 没事 这边 这边也有了车 没事 没事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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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创了 谁也不是故意的 姐 哎呀 你的车也被撞了 我天哪 怎么撞那么严重啊 没事 痛很脏 追尾了 我那个车今天刚修好 今天刚给我打电话 你看你这个车 它又创这样 还都是创了同一个位置 都是这个灯跟这个地方 都是这个位置 都是这个位置 哎呀我天 这些 两个车都创了这个位置 怎么回事 没事都不用上火 既然这个事出了 咱就处理这个事就行了 都瞎一跳 我对你家 好不幸 你没事吧 你心的 我瞎的心不疼 我瞎的心不疼 我还怕你都看不下来 好不幸 那边人没事 那个人没事 人没事 人没事 他心脏做好 对对对 你这开车要去哪儿呀 去录那个槐树花嘛 给安莱姐我们一块去 安莱姐呢 安莱姐刚到那块 她一会再回来嘛 寻他在那个槐树花那个集合嘛 俺就往那边走嘛 然后就走到这儿就创了 我那个车4S店刚给我打电话 不到一个小时 然后过去替车 然后就出车了 这怎么的都有一个车在那修呗 对 对 这个车送里边 这个车就出来了 这俩 你小心着点 行 尽量你别开车了 也别出门了 人家待着吧 你会不会开车 整天追尾你 你个弟子早窜呀 追尾上瘾 就是了 你的车还没修好 把整天 整天也装了 对了 保险公司也来了 没有事 再送4S店吧 行吧 怎么办 有办法 你要是找一用车的话 我想你开着我的车吧 我这 我也不适合开车了以后 对 你先开车了 哎 我真佩服你 这些车路都开了 嗯 有两个电路车 可以家里车多 家家都有车 要不然 嗯 你这雷鱼儿给破开了 哈哈 上次你这车撞了 我说你开哪家车吧 幸亏你没开 像开了 那我家车也倒霉 不该干死 不该烧架死 对啊 后边追尾啊 怎么断 追尼尾啊 啊你屁股香啊 嗯 两杯 哈哈 平板车不是也追尾了吗 后边 哈哈哈哈 让一个帅哥给追尾了 是吧 哈哈哈 他帅哥帅了 哈哈 要帅不用人陪了 哎呦我的天呐 嗯 你真好 看人长得帅就不用人陪了 不要说不是太严重 嗯 你陪了 陪了 陪了好险 嗯 我没修而已 嗯 怎么 他说他车追尾以后 气脸气呼呼 下来找人算账 一看 哇太帅了 哈哈哈哈 立马温柔了 花痴 没事 怎么要先席 没有事 加入微信吗 没事 哈哈哈 我没说加入微信吗 他说你加入微信吗 你打眼神好了 哈哈哈 他开山章呢 雨昕上我山章去 哎呦呀呀呀 哈哈哈 走吧 就修车吧 姐姐完了 姐姐完了 哎呀 发现最近怎么老修车呀 赶紧送去修吧 把车都停车那 你得去把你的车 提出来吧 他的责任 这还用说吗 肯定他的责任啊 追尾了肯定他的责任啊 那个车刚修好 这个车又送进来了 无缝链接 真的 哈哈哈 有脸的 哈哈哈 我给你去去晦气吧 你是不是这车 都不适合这车呀 把你打奔给我看了 呵呵 对不对 行 原来我搭本盟的 不开就别开了最近 开车了 一天把车都送来了 一会儿可以提你那个车 对啊 他说无份的现金 那美的还得救助一下 今天中午刚把车提出来 这又让你蹭了 我本来上去换地儿来 我坐轮前换地儿 本来就试着有这个毛病 真不好意思 对对对 没事 这个地方 今天刚修了 刚换上 我也不是实际创 你看给你 你弄个漆是吧 这就蹭了一下 就蹭了一下 肯定不是 你看 你看 这什么卡就进了 不在里边什么样啊 你看 都丁锅的好 你看别笑我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想象错你这样 你想报保险还是咱这 4楼上 你说吧 那4楼完你这个高也没多少事 看给你 200块钱 200块钱 Woody 描一把不用 这两千款怎么回事啊 开车心不在焊呢吗 还是咋的表你有心事啊 还是咋回事 那别人撞我有什么心事 那是不是你行驶的不当啊 还是你要开的太慢了 还是一会快 一会慢 不是那骄警队人家都说是人家的责任啊 那我就正常行驶 他怼我后屁股上了 那 我能什么招啊 那怎么一天怼好几次还得呀 怼两次嘛 对啊 没几天还能怼两次啊 那第一个车他就 他就按了行驶中 他就怼我后屁股上了 第二个车我就停了 等呼吨灯呢 他就创我后屁股上了 你说我怎么着 怎么回事啊 不是怎么回事 就倒霉这两天 倒霉 倒霉蛋啊你啊 车刚修好刚踢回来 又怼后屁股 最后这一次没有事 就是刮掉一只梯 他说赔我二百块钱 然后我说行行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吧 他创完以后他也一直给我道歉 他说不好意思 然后他说这个也不是很严重 要不咱俩就死了吧 别走保险了 走保险还得当中事 我说行 他说你先站起来 就赔你二百块钱行不行 然后我说行 就赔了二百块钱也不用修啊 那带脸床 不用修就掉点漆 这怎么频频的出事呢 别开了吧 最近怎么了 就是倒霉 你怎么倒霉 就是倒霉呗 所以最近这个霉运这么大 我们躲一躲呗 你也别上火了哈 创都创吧 人没事就行 你看出来我上火了吗 我上哪火 我一天都笑呵呵 倒霉的时候 你越上火 他越倒霉 你倒霉的时候 你就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倒霉事 就好了 他就自然而然 他这个霉运就涨过来了 今天这两起事故 我都是用一个很平常的心态去看 就感觉 哎呀创就创了 你给我修好就行了 也不给人家吵 也不给人家闹 你说赔给我二百就二百 你不说给我修车就修车 行了 心态挺好的就行 别上火 这点小事 没事 不是事 对呀 不是事 我把坚强和勇气 送给忧愁的你 愿你的生活 从此不再迷离 告别爱心的床上 丢掉心中的悲戏 重新出发 找回当初的自己 不怕自顾的寒风 不怕路上的惊喜 感谢这一路上 坎坷将我磨砺 风有耀听的风雨 总有走完的情 就算命中注定 我也要感谢结局